所以这个瑶寨千年瑶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国家4A级的景区 哎呀好累啊被太多东西了 以前因为战乱跟歧视 然后由于是在深山里 因为在山顶上一手难攻了 现在好像就说只有200多名瑶寨的人还在里面 然后300多栋古建筑 这里有写太好了 海伐803米千年历史 然后祖先旗先约在隋唐时期 迁到这边来的宋代开始 1000多户7000多人口 但现在好像只剩200 对这边你看现在只剩200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武汉家人的少数民族 这四个瑶族呢接待贵宾的最高的结窍 渊源流长 意思就是说歌声不饮酒不能停 这个地方不是很大 因为好像全部整个范围也就100多亩左右 这种村供不下来 一爬上来已经没力了怎么打 好顺啊 在这梯田上种菜 大哥腌到你了 蛤 腌到你了呢 没事 没事没事我再拍 这样要熏多久啊 要熏 我们要首先放在这里 要腌一个月 哦腌一个月 腌一个月 熏多久之后放多久 放一个月再熏 用那个大阳晒 晒一个月 哦 就是呢 风了不是那个鼻很好看吗 不用大了 是不是 大了透气都放不了 烟慢慢烟才好看 用太佛烟了就是黑妈妈呢 哦 慢慢来烟才好看 你看哦 那个黑妈妈也可以 就是用那个开水爆一下就是 就掉了 很好看的 我的天还没够 这个牛头 在腰带 很有很有含义的 看这个石头 得金石 这有 有故事 摸一下可以带来采运 哎好累 太累 这有吃的 等下过来吃 好像关东煮啊 你看这个是圆木的 二楼是住宿的 竹洞 这上面是一间还是两间房啊 这里一间 一整栋都一间啊 好有意思哦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但我给你拍拍 哈哈哈 搞不好会有人小意思 好像到顶了 潘古庙有一千多年 这些水太重的 这些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所以他们的潘古是有故事的 想看了就把荧幕暂停了 他们有节庆 对吧 但是有三个是最主要 好像是开根 是第一 其中一个 有点像是开根根地之前 起伏那种 另外一个好像是 好像是那种 大丰收那种 大家看完样子 这边特别湿 已经 头发全湿 全毛掉了 每个人爱卖的 不说得 那你不说得 那你不说得 有三个人的 一路 我现在往回走 老板你好 好 那个鲜豆浆 是冰了有吗 豆浆那没有了 没有了 那没关系 那没关系 我们刚刚走的是最主要的这一条 我现在走这个上去看看 石棺椅子 看这边右转 好肥 还有菜人 这像梯田的 梯田的形状 连池塘都有 时间才太多了 哎呀 有一种感觉 好像 好像走在云里 感觉像走在云里 感觉像走在云里 就那一块 要给它 拿起来种菜 我终于到了 石棺 天快黑了 不管了 走吧 越上面 看似的一切的房子是越多 我发现到我办了一件很傻的事情 我一边从那边一路 刚才从那边上来 然后 上面有那个 他们的庙啊 典啊什么 祭拜的地方 然后我又圆路走下去 然后再从最底下 那边换一个地方 再一路爬上来 我才发现到这两边是通的 所以 要来的人 从最高顶爬上来之后 横向移动啊 或左或右都可以 再往下走 你就不用像我那么傻爬两次了